大家好,乌克兰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现在我了解情况,英国和德国的特种部队已经进驻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也就是摩尔多瓦 摩尔多瓦和乌克兰之间有一个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共和国 它实际上驻有俄罗斯的军队 德军的特种部队和英国特种部队SAS 目前已经派出了士兵进驻摩尔多瓦 摩尔多瓦当地的媒体也证实,北约的专家进行了实际侦查 并练习一个破坏小组的转移活动 事件中摩尔多瓦的媒体报道,北约的专家没有穿北约的制服 而是穿着黑色的制服,没有任何徽章和标记 其实大家很好理解 实际上穿的是一身黑衣,没有佩戴德军和英军的任何 在德国的巴伐利亚,美军车队也预袭 德国媒体也报道,在巴伐利亚州高速公路发生一起事故 包括美国军人在内8人受伤 一辆民用卡车撞上了一支美国车队 资料显示一辆载有巨墨的民用卡车全速撞向了帕斯贝格和维尔堡 也就是巴伐利亚州A3高速公路 美国军事装备车队 这个军事装备车队,现在我从现场照片来看 没有视频,我只获得照片 照片看是有重型装备的,包括一辆装甲车 美军的车队中有一辆油罐车也起火爆炸 包括美国的军事装备在内,四辆车受损严重 火灾导致A3高速公路双向封闭 现场8人送医治疗,包括美国军人 但是德国媒体没有报道美国军人受伤的人数 从现场图片来看,其中也包括美军的坦克受损 但是美国和德国方面对这个消息没有更多的报道 更有意思的是,卡车司机目前已经被德国警方控制 但是没有任何关于卡车司机任何的相关的消息 为什么这个卡车司机会冲撞美国军用车队 现在没有任何报道 所以现在德国媒体猜测不能排除是恐怖袭击 或者针对美军在德国的军事基地是一种袭击 那就非常恐怖了 如果俄罗斯和美国在欧洲开战 那么德国的美军基地不光受到俄罗斯导弹 那么在英国呢 昨天白俄罗斯宣布驻英国大使馆遇袭 白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遭到了袭击 导致一名白俄罗斯外交官受伤 发生在19号的晚上啊 报道说呢 一群人破坏了使馆的大楼的外墙 那赶到现场一名白俄罗斯外交官遇袭 其中呢一人受重伤 已经送医紧急治疗 那该部门称呢 英国的代办呢 被白俄罗斯外交部召见 抗议要求对事件进行彻查 将肇事者绳之以法 并通知白俄罗斯方面啊 关于程序性的行为过程以及结果 那么白俄罗斯外交部啊 也证实啊受伤的外交官呢 被诊断轻度脑震荡 鼻子骨折牙齿 还有一些外骨骼伤 那这个次对白俄罗斯外交官的殴打 现在我了解呢 是白俄罗斯的民族主义 分离主义分子在伦敦进行了 现在呢 嫌疑人已经被伦敦警方拘留 事件呢还在调查 乌克兰方向呢 英国训练的这个乌克兰狙击手呢 也抵达了乌东前线啊 那么在多库恰伊夫斯克 以西的叫别列佐沃村 53名狙击手在18号夜抵达了该村 现在我了解呢 在前沿阵地啊 两人一组 ATGM 狙击小组已经到位 现在呢 这个小组呢 53人啊 全部是由北约训练的 也就是由英国啊 也包括德国 美国的狙击手 亲自训练出的 切尔前面就报道了啊 实际上乌军呢 在前沿阵地和俄军呢 一直在进行狙击战 前一段时间呢 有大量的乌军士兵啊 在狙击战中啊 被击毙 那么乌克兰的狙击能力啊 现在呢 是不如在乌东地区的俄罗斯专业狙击手的 那么北约训练的这53名狙击手 抵达前沿阵地 后续很可能给俄军啊 俄罗斯在独东地区的狙击手 带来致命的威胁 那我觉得在今天晚上 很可能这个狙击战就开始了 有最新的消息 我会及时大家汇报啊 那受训练的53名呢 狙击手来自于啊 乌克兰第25独立空降旅啊 这个旅呢 现在在敦尼斯克北部啊 叫亚夫德瓦克 亚夫德瓦克村 那现在呢 他们获得了有七套的热成像仪 包括一些这个北约制式的狙击步枪 当地村民呢 也证实啊 两人一组 该狙击小组已经到达了阵地 那很可能今天晚上 今天夜间 这个狙击战 北约 这个人有点让我想起那个电影啊 冰临城下 斯大林格勒 狙击战 北约的狙击小组和俄军的狙击小组 今天晚上可能要开战了 我会一直关注啊 有最新的消息给大家汇报 这个非常精彩啊 狙击战开始了 我觉得这个咱们中国应该关注啊 现在这个世界上最顶级的狙击战啊 世界上最顶级的狙击战啊 最顶级的狙击手已经到达乌冬前线了 非常精彩啊 我再介绍一下啊 乌冬战场这个狙击战啊 乌克兰国防部证实呢 俄罗斯狙击手呢 在一年内 12月内在敦巴斯 一共射杀了43名乌克兰军人 俄罗斯方面呢 没有对外公布啊 伤亡数字 俄罗斯呢 也不承认自己在敦巴斯底有军事存在啊 俄罗斯实际使用的是这个瓦格纳雇佣军啊 也可以叫志愿军 这些人呢 实际都是经过训练的这个俄军士兵啊 那他们呢 实际上不光在乌东地区啊 在北非 在中非 也都有存在 在这个阿富汗之前也存在啊 瓦格纳呢 他的这个伤亡数据显示呢 目前啊 确认的 现在我了解的 死亡是372人 公开数据显示 其中呢 14年至16年死亡75人 17年啊 死亡186人 18年死亡86人 过去两年中呢 有23名 这个士兵啊 在战场上或其他不确定情况下死亡 包括在叙利亚 死亡人数315人 在乌东地区 瓦格纳的数据显示 死亡35人 这个乌东地区死亡这35人 就包含有狙击手 那其中呢 特别特特殊的一个人呢 是死亡在基辅附近 但是没有具体说明啊 这个人为什么死亡在基辅附近 很可能是执行一些特种任务 在基辅附近死亡 在顿巴斯地区死亡35人 有8人在利比亚死亡 1人是在圣彼得堡 死亡的 死亡原因也没有公布啊 那372人中啊 有315人是在叙利亚阵亡的 80亿人死于美军的空袭 就被美军射杀的 这是瓦格纳公布的数据啊 那么俄军呢 没有上网 因为这都是 那乌克兰呢 也加强了自己在乌东地区的装甲力量啊 乌克兰呢 升级了特六四坦克啊 昨天呢 乌克兰的新闻也报了 升级的特六四坦克 那有五辆啊 特六四还有七辆的波摩坡一 已经被运抵了乌东地区啊 这个升级的坦克呢 配备了热成像仪 数字无线电台 卫星导航系统和新的反应装甲 那波摩坡一上面呢 安装了新的瞄准器 还有通信和导航设备 升级以后的这个车辆呢 被首先啊 派往了敦巴斯地区 是在这个利沃夫进行的升级啊 我后面呢 把这个乌克兰方面的这个新闻报道啊 给大家播放一下 可以大家了解一下 昨天呢 在敦捷斯克啊 敦巴斯地区呢 敦捷斯克的民兵啊 袭击了乌克兰的武装车队 炸毁了一辆盖子66 现场的两名乌军士兵受伤 从现场图片来看啊 这个盖子66啊 被完全炸毁啊 使用的很可能是这个反坦克地雷啊 那从现在乌冬战场的情况来看呢 乌克兰和俄罗斯实际都在这个地区增兵 而北约呢 在这个摩尔多瓦啊 也在这个奥德萨附近实际也在增兵 就是防止俄罗斯未来呢 占领整个黑海北岸地区 所以北约也是有准备的啊 实际上你看 拜登说了 俄罗斯给美国给北约四个星期时间 这个四个星期北约也没闲着 北约也在增兵 在这个基西纳乌 在摩尔多瓦 那么 乌克兰也在这个乌冬地区增兵 而且北约的狙击手也抵达了乌冬前线 这个狙击战啊 是非常精彩的 我呢 关注一下啊 今天晚上应该就开始了 这个狙击战 现在来看呢 北约的这个训练出的狙击手啊 应该和俄军不相上下 所以今天晚上这个狙击战 应该是非常精彩 如果有最新的消息呢 我也会及时来汇报 那刚才我也给大家报道了啊 这个德国的高速公路啊 发生冲撞美军车队的事故 这个让其实德国非常紧张啊 让北约很紧张 就是俄罗斯如果对北约正式发动进攻 那很可能啊 这个驻德国这些美军就是袭击目标 那德国的这些民用设施啊 高速公路很可能成为袭击目标 就不是说你防止德国的 防止俄罗斯导弹击中德国领土 民用目标也可能袭击你啊 所以在德国的华人要小心了啊 你从这次事故可以看啊 远离美军车队 现在美国大兵在德国啊 现在是袭击目标啊 你不能排除俄军 利用特种部队渗透到德国 他的情报网络 就消门袭击你美军车队啊 所以在德国的华人啊 在欧洲的华人远离美军车队 很有可能成为袭击目标啊 远离这些军事设施吧 我不是这么说 我再次提醒大家 欧洲这场战争 现在来看破灾没解 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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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回事 是 到了大迹 我們就要到 從雲出口 要把我揭露 把手機收拾. 克冠軍轮ität 这里的冲点痕病 冲点痕病 从来书ということで 60人数飞 不可能 比较多 那些问题 如果好了 特朗粒 比吒烹 没有 不可能 新牧场的我捧场所拐抓的 新牧场的雷尼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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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 Dark-Ride-0 還沒有過 給我們 contar 還可以在 feliz 這樣有的發生 所採用 165 也有CO-N-KM 還有暗電量 5 модернізованих танків Т-64 уже передали у військові частини. Звідти вони поїдуть на передову. Машини після ремонту ретельно оглядають військові. Таким підсиленням війська відверто раді. Тут зменшені всі демоскувальні заходи, які тільки можливо було зменшити. Зараз під застосуванням сучасної техніки. Покращений зв'язок, покращена навігація. Ворог буде уражений, в рази скоріше він просто може навіть не побачити наш танк, як вже буде знищений. Ще сім капітально відремонтованих БМП-1 вирушать у Старичі. У навчальний центр, де курсанти сухопутних військ відточуватимуть на них свою бойову майстерність. Цю техніку ми привезли вже в непридатному стані, бо вона використала свій ресурс. Після капітального ремонту так само вона буде використовуватись такими же цілями. Вартість капремонту БМП-1 до 8 мільйонів гривень. Модернізація танка – 10 мільйонів. Та після такого відновлення техніка прослужить ще як мінімум 5 років. Загалом цьогоріч було відремонтовано та передано війську близько 60 броньованих машин. У нас були танки Т-72, у нас були танки Т-64, у нас були БТС-4 модернізовані. Тобто у нас був різноманітний такий контракт цього року. Ось загалом, я ще раз скажу, біля 60 одиниць. Цьогоріч підприємство працювало на всю потужність. Та що принесе, наступний рік – невідомо, адже досі немає жодного державного замовлення на 2022. А це означає, що 650 працівників львівського бронетанкового тимчасово можуть залишитися без роботи. Маруслав Прокупюк, Володимир Олюк, Факт.